天府热闹举办发放爱心米活动 突然间现场传出了连续枪响 伴随着淒厉的尖叫声四起 因为现场多人遭到枪击 凶险的目标是前立委林国庆的侄子林立昌 下午1点21分 爱心米发放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 枪手陈志伦骑着红色机车停在巷子口 下车时他不停摸着后腰 因为两把枪就藏在裤腰间 接着闯入活动现场 看到林立昌朝他连开六枪 随后逃逸 枪击案嫌犯一共开了九枪 导致赖心男子伤重不治 另外林立昌身中六枪急救当中 另外还有四人也受到轻重伤 案发之后枪手随即到土城分局投案自首 双手高举说他刚刚犯下了枪击案 还交出了两把枪 枪手拿着两把枪来到了百米八方的现场 对着公主林立昌连开了六枪 而他说他要寻仇 寻什么仇呢 可能跟今年六月的脚头遭枪击有关系 距离案发现场不到三百公尺外的停车场 就是今年六月土城地方脚头遭到 枪击的案发地点 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警方正在调查 凶手自称是遭到枪击死亡脚头黄一伦的小弟 这次是来寻仇的 但背后有没有指使者 警方还在追查 只是谁也没想到 爱心赠米活动进行到一半 将枪声大作 酿成一死五伤的重大枪击案 记者黄家伟 邵紫阳 爱心潮做 西面中报道